我們上集這麼多 要去的旅程 所以即時訂酒店 我們會住這一間 剛剛新開的 搞定!出發! 我們來做一座 我們這次住這間酒店的room tour 我們這間酒店就是 Hilton的廣庫林 最新開的 其實就是上海最新開的Hilton 應該開了沒有幾個月 我們這次住的房間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就是我們住的房間 是一個湖景 湖景的花園房 他們有什麼特別就是 我們在一樓 會有一個小花園 可以直接走出來 他們的湖邊 有一個景色的花園房 現在看到這個是日景 夜景是另一種感覺 是很漂亮的 也是 事不宜遲 我們向房間走進去 這就是外面的小露台範圍 我們坐在這裡休息一下 今早還有一隻鳥 停在這裡休息 我們還停在這裡 現在可以進去房間裡 這裡就是我們的房間 床就是對著外面的景色 超早起床就可以被陽光叫醒你了 這邊是 king size bag 這邊還有一個沙發 茶几 另外一邊呢 也有另外一個大的茶几 還有電視 電視可以拔出來調整角度 所以你躺在床上也看到 還有一張椅子 然後一邊就是他們的mini bar 下面是沒有東西的 因為這裡有說 特別提醒 因為現在疫情 所以所有mini bar 都是清空了 有需要的話 就要去問前台 但是其他茶包都是有的 杯子都準備好了 所以都有的 特別看看 每間房間都準備了滴爐的消毒12斤 非常之好 那這個就是房間 好新正 因為真的開了沒多久 非常之新 地毯都很美 給個讚 然後他們床頭的燈 全部都標得很清楚名字 所以非常之清楚 你不會按錯 雜蘇都很充足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廁所的範圍 我們現在打開看看 有個美女坐在這裡 這間房間不包過的 房間不包美女 有個圓形浴缸 昨天我們也實際浸過的 覺得都OK 但是我們個人來說 會比較喜歡 長方形那種 可以整個人躺在這裡浸 這種就是 你只可以像Hot tub一樣 坐在這裡 然後 然後繼續的話 就是 這個廁所的範圍是很大的 它是乾濕分 然後 這裡就是 淋浴缸 淋浴缸我先打開 它就是一個簡單的淋浴缸 然後可以坐 有時候沖沖的 有些人想坐 這樣也可以坐 然後 然後就到這裡 這裡 這裡就是主要的榴梨台 我們想吐槽一下這個 這個星盤 你看 這麼大的廁所 它的星盤這麼小 比我的人還窄 然後 然後 它的水是很大的 你看 就是 它是理應來到這裡 然後你一洗臉它就 嘩 這樣 所以就 很不實際 因為一般酒店 不關房間大小事 可能小酒店 它的星盤都很大 很實用 然後水又剛剛好過力度 但是這個就 有少少不符合比例 然後 這個是一個毛巾的架 涼涼的 然後它有些秘品那些 因為上海現在沒有牙刺牙膏 一次性用品 它不買的 所以 如果你沒有帶的 最好的自備 如果沒有帶的話 就要打電話 然後 因為這個廁所是乾燥回來 所以有三趴 浸浴 淋浴 再加上現在這裡 是去廁所的地方 都挺好的 很大 既然它這裡有一塊 這麼大的船箱 在出門口之前可以整理一下 最後 就是要說 它們一進門口 右邊 還有一間房 有個換衣房 那真的是一間房 對 就是一個衣帽間 可以掛你們的衣服 然後可以有很大的地方 可以擺行李 很多櫃桶 如果你住很多天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你的衣服拿出來 分類擺在不同的櫃桶 門後面 是有燙豆 還有有燙三板 盡用每一寸的地方 這裡就是 裡面還有一塊大鏡 所以有很多鏡 是絕對沒有問題 你可以照顧的 吃早餐 中間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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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